月份的部分 把它放在这个清单 那这个清单怎么做出来 其实这个清单蛮好用的 以后你们比如说有些资料 就可以先预先放在里面 让人家又做选取 那这个做选取有个好处就是 它一定不会打错 用选的一定不会打错 再来我们需要几个讯息 比如说本月的起始日 本月起始日的话就是 就是这个月份的第一天 然后下个月的起始日 为什么要知道下个月的起始日呢 因为呢只要把下个月的起始日减一天 就知道怎么呢 本月总共有几天的 比如说是30天还是31天 或者2月是28天还是29天 这个这些相关讯息 再来的话呢 第一天的位置 第一天的位置呢 在哪一个 比如这边是 那为什么知道是呢 实际上我们可以用一个函数 就可以解决了 用什么呢 因为日1234562嘛 这个顺序很熟悉嘛 weekday有没有 那weekday呢 如果你没有给参数的话 它的第一天就是礼拜天 因此类推 所以我们用weekday 给它一个这个日期之后 我们就可以得到哪一个位置 那哪一个位置呢 我就可以把这资料放上去 最后呢做出像这样的一个结果 所以这里的话 我想你们先开启那个范例 这个范例的部分的话呢 先example的那个范例先打开 我们等一下来看一下这个范例怎么完成 把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 所以呢 大家看来看 中文字幕——YK